在尼亞利亞拉國施市一處建築物倒塌 救援人員在現場進行搜救的工作 本地媒體說建築物的頂層是一間學校 英國國會在星期三投票 決定是否在沒有協議之下脫勾 我相信我們有好處 對 沒有處處處是比壞處處 奧大利亞書記主教佩爾 而性侵罪名成立被判入獄6年 是被定罪的最高級梵帝綱官員 愛祥俄比外航班兇難的家屬 陸續抵達墜機現場 星期日的墜機事件157人全部離難 印尼一名武裝分子的妻子和兩名兒子 據信在家裡和警方進行長時間對峙之後 引爆自殺炸彈身亡 申請 絕對